我們這一集來到了霧峰 就是我們阿造物壁湖的家鄉了 沒錯 霧峰是我的家鄉 而且你看我們現在在哪裡 光復新村 對 光復新村其實我們都來過 但是今天要來一個很新的點就是 源流新創聚落 那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去看看 GOGO 我們源流新創其實是 希望提供一個產業交流的平台 讓大家可以來這邊做展秀 那我們選的商品其實有文創商品 工藝商品 還有一些部落旅遊的產品 那希望可以藉由這個平台 變成我們中部原住民的一個名片 讓大家可以透過這個地方行銷出去 然後讓更多朋友認識到 我們中部原住民的相關產業 其實我們入口意向主要是 將我們園區的LOGO 給它做具象化 把我們LOGO的元素 像是有山 有水跟雲跟霧 融入在整個我們園區的氛圍營造 那希望可以讓大家一到光復青春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們園區 然後透過這些比較特色的園區造景 吸引大家來到這邊認識我們園民文化 我們這間展天的話 主要是以河流為主 像我們牆上的話 就是由油門打老路師他做的作品 那是用毛線給它做纏繞 然後就行錯著 有點像河流的一個作品這樣子 在今天的話 主要是瓦利斯諾幹老師的空間 那它上面的話 牆上就有寫了一個詩 那叫《雲也在思念》 那其實是希望可以透過詩呢 來傳達就是說 現代跟以前的景色的不同 對於現代的過度開發 導致我們的水土啊 有一些失衡的那個現狀這樣子 那在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我們泰雅族的傳統記憶 像我們左邊的話 有一些像是魚拳 然後竹樓 然後草帽 再來的話 比較特別的話 是桌上的這個翻刀 它的刀柄有一些我們竹邊的記憶 那旁邊的話 也有一些我們民生的用品 希望可以大家來到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泰雅族一些 織布的一些文化 那我們認識完這裡之後呢 接下來做一個手作披薩DIY的活動囉 好 耶 那首先來到這邊呢 幫大家灑一下酒精 防疫一下 好 然後再給你們我們的 專門是用披薩的手套 聽起來就很厲害 聽起來好像會變披薩大師 專業 專業披薩手套 然後我們一開始我們有鹹的 鹹的話我們一般遊客來的話 會發一個麵團 跟那個馬告醬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鹹豬肉 後面的話會由他們自己來選擇 兩個菜色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起司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麵團 其實跟一般外面的麵團 披薩麵團比較不一樣 都是我們自己獨家的配方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甜的 甜的我們有麵團也是特別精心設計過的 那個都是有核桃 還有葡萄乾 然後再來會配上我們 和平區梨山的桂花蜜蘋果醬 那都是跟外面的口味比較不一樣 好 那我們要怎麼開始呢 那一開始呢 旁邊的麵粉 先灑到我們的檯面上 我們兩個在手桌上是不是都有一點障礙 哇你的好大一片喔 因為我有用心啊 完蛋了 我從手桌上次就體驗出 我好像不太行 好我覺得差不多 好那我們這一階段呢就完成 等一下就會進到我們烤箱裡面 好太棒了 那我們就準備送入烤箱吧 進烤箱 那我們現在在等待披薩的時候呢 來聊聊你們剛剛逛完這裡一整圈 有什麼心得感想 一人說一個 我先 我先 被搶先了 好 我先你知道是什麼嗎 為什麼 你怕我可以 我會搶你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好我跟你講我有很多東西可以講 就讓你 好那你先 那我可以講不只一個嗎 可以啊 來 來我 好第一個 是蠻有創新意念的一個園區 因為就是他以很多原住民為主角嘛 然後去把他們不管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或是他們本來這個族群的特色都展現出來 然後我覺得讓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個 新生活美學那一間 我覺得他真的太酷了 有可能是我剛好在買家具 所以我就覺得說 竟然把這個原住的融入在裡面 就很棒而且很美 是一種很美 好我就問你一題 你選購了哪些家具 我就問你這一題 好 跳過我換你換你 好那我就 我就只能講就是 就是 他沒有講過的 好 我自己是覺得就是 逛了一整圈 雖然導覽體驗都很 就是導覽的那個過程真的都非常的詳細 然後可以認識到很多藝術創作的部分 他們是融入了就是原住民的在地文化 然後還有他們的特色在他們的藝術創作裡面 所以我覺得那個藝術的作品都非常的有含義 然後我覺得最有趣的莫過於是我們剛剛做的手作披薩 就是真的很好玩 就是我們逛了一圈導覽之後 然後還可以在這裡就是吃吃喝喝 對 就是想必大家都一定會覺得 餓了 我也餓了 有沒有已經聞到香香的味道 有 我就在等你這句話 快點 已經好了 好 來 噔噔 這是誰的 可以猜猜看哪一盒 是你們自己做的 這個甜甜的感覺是你的 沒有 其實我吻不出來 好 那我打開給鏡頭看一下 好 好 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噔噔 欸 真的 這是我的欸 這是我做的 哇 欸 超級香牛 我看 欸 你們其實做的很有賣相 我可以當披薩師傅的話 我覺得可以 它的料非常的豐富 就是有砸中的 你現在是兩邊都不想得罪是不是 對 我有兩個都想得罪 好 好 它好像好香喔 它剛剛說蜜製 那這個東西 其實在外面真的吃不到 好吃 位於光復新村的源流新創聚落 規劃了藝術展覽 文學創作等等的空間區域 不管是大人小孩 都能在這裡探索 學習或了解更多的原住民文化 也為光復新村 添加了一道不同的色彩 好 那我們現在請泥妍的信妍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泥妍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信妍 然後泥妍主要就是我們以水泥為基本的素材去做創作 那我們除了做搭配植物的盆器以外 然後現在也比較多結合上生活小物的東西 像是杯墊啊 然後鑰匙圈啊 或者是一些可以當擴箱時的小東西這樣子 那你們的產品有什麼比較就是結合在地特色 因為我有聽說有一些就是比較有那種地方特色的產品 我們最熱賣最紅的就是蕭波塊的東西 喔 台中最有名的 台中特產 對 那除了原本的蕭波塊 我們還有裡面有小人的蕭波塊 對 就是給它一個防小人的意思 那當初怎麼會想說要用水泥來就是做這樣的一個 主要材料 對啊 主要應該說是從喜歡種多肉植物開始 對 因為多肉植物它算懶人植物嘛 不用很常澆水 對 那它的根系是喜歡比較透氣出水的盆子跟戒指 那因為水泥它本身孔洞比較多嘛 對 像我們那個下雨啊 到水泥地 它不是會把那個水吸走嗎 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才開始慢慢的用水泥這個素材去做盆子 那我們現在桌上看到就是有DIY材料 又到了我們最喜歡的環節了 DIY 戰衣山你有準備好了嗎 我想應該是的 我這次DIY應該不會搞砸了 好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開始來做吧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完成的樣品 放在這邊給你們參考 好 我們會不會坐出來就是我們兩個乾淨 但是我通常會建議大家不用拼的一樣 因為有些人啊 像之前有個外國客人 然後他就是拼給他老婆 然後在這個下面比較空的地方 他就拼一個LiLi 就是名字 有些人他會拼名字 然後滑磚的位置也不一定是要這個樣子 可是我想放這個耶 怎麼辦 可以啊 還是可以放啊 還是我就放在下面 上面也可以啊 只是說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排得很 為什麼我折不斷 可以看想要放什麼樣的地方會比較好 左上右下 這樣 對 就是這樣子 這個比較硬 那再來我們就又開始攪拌水泥 我們水泥其實是一個算是黏著劑的東西 基本上還是要有一個骨材 看是要石頭啊 還是砂 像這個都是已經有加砂的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直接加水去做攪拌就可以了 然後水量的話建議大家慢慢加 然後再來接下來就是把剛剛我們已經拼好的造型 把它拼進去 那拼的話呢 就是左右左右的 有點像是把水泥推擠開來的感覺 不是直接直直的壓進去 好 然後再來就是等它 放24小時陰乾 不用曬太陽 那我們陰乾之後 就是我們的成品囉 好可愛喔 喜歡植物和花草的人來到光復新村 一定要來這間泥岩植物所 在這裡可以手作或挑選一個 兼具獨特與質感的噴氣或杯墊喔 你們有聽過舊鎮社區嗎 有聽過 對 這樣不熟 對 那你們先猜猜台中的最南邊是哪裡 我知道 這一定問我 就雾峰啊 因為我就是雾峰人 阿兆屋壁湖在這裡 因為舊鎮社區呢 又是在陰峰的最南邊喔 我們現在就請舊鎮社區的理事長 來帶你們認識這個地方 好 歡迎理事長 那理事長 這舊鎮社區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舊鎮社區 其實是很傳統的一個農業社區 那因為我們這邊周邊有農業試驗所 有藥毒試驗所 有水利規劃試驗所 這三個中央級的農業機構 所以我們的區域就是一個農業重鎮 對 看到這裡種超多農產品的 對 那就是這個生態園區的話 它主要是在照顧什麼生態嗎 還是說因為有結合霧峰在地的生態嗎 當初我們社區要營造的時候 就是要去想說 那全部整個汙峰區大部分都是農民嘛 種的是農業 那我們要怎麼樣的去 與人家不一樣 然後剛好整個環境大環境的一些惡化 所以我們就想想說 就來推這個自然農法 就是生態環境的一些照顧 自然農法的一些栽培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這個園區 然後當初是以食農教育的一個立場 然後到最後到兩三年前 我們就把它發展成社區產業營造的一個點 然後就開始有體驗 那理事長今天可以做到什麼體驗呢 我們這邊從先前的收割 插秧 還有這頭桿 然後一直到豆花 豆腐 然後今天你們來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插花櫃體驗 哇 聽起來超有趣的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去做吧 好 我們去做吧 今天所用的插花就是艾草 那整個裡面的餡就是 這個菜脯米 蔥酥 然後這個就是香菇 糯米 糯米 糯米是有沾到圓的這樣 其實兩種都可以 好 好 理事長我是不是很需要幫助啊 你需要幫助嗎 需要幫助的話 叫我們的社區媽媽很厲害的 那我想要請求幫助 好 給你發那個請求卡 我 我的長得好奇怪喔 怎麼這樣 我捏一個雲朵造型好了 我可以再把它揉成一球嗎 可以啊 可以 好 好 好 我的好像有點糟糕 然後再用這個香蕉葉做墊底 再把它剪成這樣 放在這裡面 我的形狀還會很輕 對 你也可以做最型的啊 隨便你做啊 然後就放這裡 然後再把它修剪一下 好 那你們都包好之後呢 就要拿去蒸囉 那在等待蒸的時間呢 要讓你們先來體驗一下柴果 好 體驗柴果去 那芭樂齁就是每到假日都會有那個 外來客來這邊自己採果 嗯 啊他們採果我們都就是 像這一顆齁 這一顆是不是比較綠 對 這個就是還沒成熟 啊像這一種 已經變色了 白霧 白霧這樣子 白霧 白霧 就是有點白白 白綠 白綠的 對 這個都可以了 對 這個都很好吃 那我們採就是直接拔下來就好了嗎 呃 對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就好了 那很簡單耶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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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採果囉 耶 好期待 像這一種 這一個就有 這一個也可以 這一顆 這一顆 哇 你們分得出來兩個是自己包的嗎 我分 我只認得出那個愛心 巨大愛心是我的 我覺得那個有破皮的全部都是我的 因為我很爛 我也不會承認是我的 太醜了 不會 但我覺得還是很好玩啊 你覺得咧 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這裡整個可以體驗到那種 都市體驗不到的感覺 就是那種鄉村體驗 然後又可以認識在地的一些 農作物啊 然後 真嗨 對 很好玩 然後還有就是 做炒拉粿跟採拔辣 都是我第一次體驗 我真的覺得就是很酷 我也是第一次體驗 而且就是在這裡才可以更了解 霧峰這個地方嘛 對啊 而且拔辣真的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大不了 大家不要來跟我採 真的 舊鎮社區位於霧峰區的最南邊 隔著烏溪與南投草屯鎮相望 這裡的主要產業為農作 隨著不同季節呈現不同的樣貌 來到舊鎮社區參訪 還能搭配其他不同的體驗哦 這個地方厲害囉 哪裡厲害 我只覺得這裡的太陽大得很厲害 眼睛又張不開了 這裡可是全台唯一 以音樂鄰為主題的關公公場了 全台唯一 每次聽到全台唯一都覺得 喔 好像很厲害哦 真的 感覺可以今天來培養一下 我們的音樂素養了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認識什麼是音樂鄰吧 好 走 那我們就請Kiki來帶你們認識什麼是音樂鄰博物館 好 歡迎Kiki 歡迎大家來到音樂鄰博物館 音樂鄰博物館呢 它創立是在2019年的時候 那是由咸音公司把它創立出來的 咸音公司它已經在悟峰的本地有42年的時間 那它是全台灣唯一的一間 製造這個音樂鄰的這個工廠 來自日本的這個技術 目前呢可以看到它是全世界三大品牌之一 叫做SENQ 那我們現在往上看 這一台的話呢 就是公司在民國68年的時候 生產出來的第一台的音樂鄰 也是我們看到的 小小的盒子裡面 他們會唱出好聽的歌曲 都是依靠音樂鄰來幫它做一個帶動 可以說是音樂盒的這個心臟 那除了它之外呢 旁邊還可以看到 早期我們在十幾年前的書局 你可能有一個印象 叫做音樂卡片 翻開來自己就會唱生日快樂歌 小時候的回憶 對打開就有音樂 好那這個其實都是我們童年時代的這個回憶之一 現在的話呢 我們現在往前走 還可以看到更多的音樂盒的這個系列 那我們可以看到有水果的 還有這個小丑 騎腳踏車 下面的話還有這個小朋友喜歡的 對Doraemon還有Hello Kitty做一個這個造型 那主要來說的話呢 我們這個展館的部分呢 分為三大區塊 分三大區塊 那這樣像我們在室內看到這些那麼多展品 是怎麼分區的呢 我們第一個的話呢 可以先認識一下這個音樂點的基本構造 那還可以看到這個特殊的收賞品 以蛋為主的這個音樂盒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我們很重要的這個 鎮館之寶百萬音樂盒的部分 等一下都會播放給大家欣賞 好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 音樂鈴的這個基本構造喔 這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音樂鈴上發條的 那我們現在聽這個聲音來說的話呢 跟印象中不一樣 很小聲聽不清楚 加到盒子裡面 它就可以產生出這一種共振 那出來的聲音自然就會有擴音啊 共鳴的一個效果出現 那這邊的話呢 是我們發出聲音的這個零件構造 音書片 因為它的後面這個厚薄不一樣 產生出這個歌曲的一個旋律 那另外加的這個呢 是我們的音筒 我們每一首歌曲的這個樂譜 那它組合起來呢 就會看到我們現在的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音樂鈴發出聲音的這個基本構造 好那我們認識完音樂鈴之後呢 來我們往下面看一個 是我們一個比較台灣少見的一個音樂鈴的組合 這好酷 這看起來很像那種唱片盤 所以它也是音樂鈴嗎 對 我們音樂鈴的話呢 剛才看到的那一種的話是圓筒式的 那這個的話可以說是那個黑膠唱片的一個前身 它是碟片式的 那很特別就是說呢 它一片就是一首歌 那你想要聽下一首歌的話是可以整張疊片把它拿出來做交換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它其實有兩種 第一種的話這個是我們的電池 電池 也就是我們這一個馬達型的 那另外這一個是我們的發條式的 一樣轉一轉的話呢 它自己就會自動這個播放 自己唱歌 好酷喔 對 這是我們的音樂鈴的這一個第二種 那外表看起來像這一個黑膠唱片 那這是我們的這一個音樂鈴疊片式的部分 現在的話呢我們再往前看一下這個比較特殊的一個收藏品 用蛋製成的這一個音樂盒 我們趕快去看 好 那我們現在往這一邊走喔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這個蛋雕精品音樂盒 它是用真的蛋嗎 還是它只是一個造型 對 它這個的話是真的用蛋組成的這一個音樂盒 我們看到這邊最大顆的蛋呢 其實你已經想到了一個動物對不對 鴕鳥蛋 這個就是鴕鳥蛋製成的 那這邊呢比較中型的蛋呢 會用我們一般所看到的鴨蛋或是鵝蛋 把它製造出來 但是有哪一個蛋不行呢 鴨蛋 對 鴨蛋不行 為什麼 因為它的蛋殼啊比較薄很容易就破掉 那我們這一個部分的話呢 它除了外面有貼鑽啊彩繪之外 鏤空的造型都必須經過很深入的這個雕刻 那殼太薄的話很容易就弄破了 做不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形狀 真的是很精細耶 好厲害喔 那我們這邊欣賞過之後呢 現在要帶大家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鎮館之寶 百萬的這個音樂盒 全台灣的話呢它目前就只有三台 由日本製造把它空運過來的 那我看它裡面的碟片 就是跟剛剛前面看到的好熟悉喔 他們是一樣的道理嗎 對 它一樣是碟片式的這個音樂鱗 那它不同的是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個音樂盒裡面啊 它都只有一個內部構造音樂鱗幫它做帶動 它的話呢是由兩個音樂鱗組成的 一個有80音階那另外一個也是 160音同時的彈奏 不只唱了完整的一首歌之外 連和弦的部分都一起把它加進去 那都是沒有使用任何的這個酷音設備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來欣賞一次這個 聖館之寶百萬音樂盒的這個聲音 我們就是終於可以聽到不用自己收藏了 欸它還有氣氛的 那我們逛完了一圈也認識了這個地方 接下來到了你最喜歡的環節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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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東西或者是DIY 他一個我們最喜歡的就是下班 是下班的嗎 接下來是到DIY環節囉 你看我猜對了 這個可以這個可以 那我們就去DIY囉 好 好那現在要教大家來做這個音樂盒DIY 其實音樂盒DIY呢主要就是要調音 那在手螺絲煮到這個盒子裡面 好那現在我們都有拿到材料包了嗎 對 那先把這個音樂盒拿出來 我們先上八條讓它動一下 我好了 好那可以借我看一下嗎 我來幫你看看 好 好 我還沒好 你加油 好我要專注 這個要很慢慢的 對啊我一下調太多了 很棒耶這個 剛剛好嗎 差一些些而已 已經有98分了喔 我終於在DIY這上面贏了一次 我終於不是那種不手悶腳的 我終於不是那種不手悶腳的 好那我們加上蓋子之後呢 音樂盒就完成了喔 這個曲目的部分我們把它貼起來 我的是 你是一切 米西亞 我的是白雪公主 與七個小矮人的歌 打裝進去 好可愛 對啊好可愛喔 對那我們就做完囉 耶 對 來到台灣現代音樂林博物館 除了可以好好的認識音樂林 和DIY音樂和體驗之外 園區內還有展獸中心以及小火車 來這裡能帶伴手禮回去 也能讓小朋友在這裡開心的玩樂 快趁著週末假日 帶著全家大小一起來玩吧 我們最後一站 來到貓頭鷹教堂 沒錯貓頭鷹就是霧峰的吉祥霧 然後它還是霧峰同齡的春鳥喔 聽說有貓頭鷹進駐的地方 就是生態非常的好 它才願意來這裡棲息喔 對 而且今天不只就是環境很好啊 你看像我們今天去玩了什麼東西 我們今天做了就是超貴的DIY 然後還有披薩DIY 然後還做了音樂林 對 還有就是北電 整個很好玩耶 對啊 所以霧峰不只生態好 還有很多好玩的東西都在這裡喔 對啊 就是不只有歷史有文化 趕快規劃屬於你的霧峰一日遊吧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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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 拜託